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 發車啦 畢製老司機節目現場 我是主持人Charlie 在這系列的Podcast中 我會聊聊關於畢業創作的事情 像是訪問優秀的畢製夥伴 聊聊他們的作品以及創作理念 或是一些幕後花絮 或是邀請結帳姐跟業界人士 分享自己的畢製經驗或是步入職場的甘苦談喔 並給現在就學的學生一些建議 在節目開始之前呢 要先跟大家說一聲抱歉 由於錄音設備出了一點狀況 導致主持人的聲音沒有收到 然後環境音也過於大聲 所以主持人都事後配音 然後再進行剪接這樣子 所以你們應該有時候會聽到很大聲的環境 有時候又沒有聽到 那請各位幫我們多擔待一下 因為這一集的內容實在太精彩了 那話不多說 發車啦 畢製老司機 你們做好了嗎 準備請真來聽故事囉 今天我們邀請到剛在iOS 以及Android上架的人生畫廊 以學長寫的身份 分享如何從學生畢製到創業 到真正成為上架遊戲 這中間的甘苦談啊 那團隊代表先跟聽眾朋友簡單自我介紹 你從哪個學校畢業 那談談人生畫廊是一款什麼樣的遊戲 那我是人生畫廊的企劃兼美術 那我是阿魯 然後人生畫廊是一款敲發風格的解謎遊戲 那主體是畫 所以遊戲裡面就是由畫來 由53幅畫構成 然後玩家每經過一幅畫 就會越來越知道主角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是這53幅畫就是主角的人生 我想在之前我們ECG的一些訪問中也有問到 就是創作團隊主要是因為戲學會跟社團認識的 那我還想要知道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 讓你決定跟他們一起做壁紙甚至是在創業呢 我們當初在戲學會的時候是 一開始就玩在一起 一路到後來我們都變成幹部 然後一起本來在玩戲學會 所以後來變成在經營戲學會 然後在後來大家都退了之後 發現我們各自什麼都不會 其實雖然我們是讀遊戲設計 然後我就說那我要延避 因為我其實玩戲學會玩到大事 然後才卸任 然後那時候他們一個是公關一個是總務長 然後我是會長 然後就玩到大事 然後什麼都不會 所以我就說那我延避一年 然後我們來好好的做一個專題 就是那時候我們就有決定說要找外面的老師去學 所以我自己就找到外面的老師 就是一個叫廖莊敬的老師 他以前在遊戲舉止大概蠻久的 對 然後 我的城市的話是找到一個叫 葉帆成的阿葉學長 他是我們以前的學長 所以我們城市有那個老師 就是阿葉 然後我的話是專管理就是那個莊敬 所以那一年我們就是有問題就問他們 然後專心的做我們的畢業製作 那其實我們有做過四款 就是前三款就是拿來 對我們來說是練習 然後到第四款就是人生化了 那為什麼又是解謎遊戲呢? 解謎遊戲的話只是因為 我們在開始學的時候 因為才剛開始學 所以不太可能做到3D的或動作的 或那種很架構很大的遊戲 然後我們一開始其實就是做3D了 所以我們是慢慢的從3D然後做到2D 然後從開放式場景冒險 然後縮小到只有在單個畫面的畫作 所以慢慢認清自己實力 然後找出最適合的就是現在這樣的模式 那我想要問一下人生畫龍從放式參賽以來 陸陸續續參加了許多獨立遊戲展 也拿了一些獎項 那聊聊你們最印象深刻的展覽是哪一個? 放式 因為它是第一個得獎的地方 然後 我們只有在放式得獎的時候 我們三個人翻類擁抱在一起 就只有放式 所以我覺得是第一次 然後後面 雖然這樣講感覺好像有點 有點拽 可是就是因為越來越多次得獎之後 其實那個感覺越來越薄弱 很開心 可是不會像第一次那麼感動 然後 這是一方面啦 另一方面是因為 我們知道 遊戲一直得獎其實也沒有什麼用 還是要得賣得掉 公司才經營得下去 除非像那個數位內容產品獎那一種 他們得一個獎拿了三十萬 我們再多得幾個 我們公司 就也在活一陣子 但主要還是要賣得掉 其實我延避的時候是跟我媽說 還有跟我的指導老師說 把我當掉 就我跟指導老師說把我當掉 然後 然後我那時候是跟他們講說 我放肆會得獎 然後我得獎就會好找工作 所以你就讓我延避一點吧 然後就吵了很久之後 他們就讓我延避了 然後 我們有 我們覺得我們會盡力去爭取 要得獎這件事情 是因為我們想找工作 只是沒有想到後來結果 是得了那麼多獎 本來想說 如果拿了同獎的話也算 我覺得很棒 就是找工作至少有作品 然後有獎項可以找 但就沒有想到拿那麼多 很意外受到大家的注目嗎 也 其實也不一定算意外 所以已經有一點心理準備了是不是 在廠商獎之前 我們確實是沒有想過 有可能拿得到金獎 可是 在前兩週 看到 那個頒獎的粉專 我們就覺得 欸 也許我們有機會 所以我們其實 放肆第一天就超級緊張 然後 到第二天頒獎典禮的時候 我們三個人應該都是抱持著 不要被喊到同獎或贏獎的心情 在聽頒獎典禮 對吧 如果贏獎典禮 如果我們被喊掉我們會超難過欸 而且尤其是 放肆是兩個類 他可以抱兩個類別 就是手機組跟企劃組 企劃組就是 不管是不是有 所有組別都可以重疊爆企劃 嗯 然後一開始 企劃最先頒獎 然後我想說 啊幹我們拿到他的銅獎 雖然很開心 可是就在想說我們是被電在那裡 就是 嗯 因為 我不知道 放肆 可是後來聽說放肆是沒有在分配獎項的 當然沒有 對 可是就那時候就很怕我們被分配在那個銅獎 我們就不會拿到手機金獎 好 結果還是拿到了 那日後參與這些遊戲展覽時 有沒有什麼樣的心得 還是認識到什麼樣的貴人呢 參展的心得 其實參展相對蠻單純的 就是展過一兩次之後 就大概知道要打包什麼 然後 看場地長怎樣怎麼佈置 好像也沒有什麼特別的 頂多是 展場遇到的前輩吧 還蠻多 其實我們 現在在我們身邊的前輩 大部分都不是 得獎後才認識的 幾乎都是得獎以前就認識的 在哪裡 曾肥劇 一個開發者的聚會 喔 小型的展覽嗎 對 然後 那些前輩就是覺得我們 他們可能覺得我們已經 有點潛力還是怎麼樣了吧 所以就對我們還蠻好的 然後教我們很多 所以讓我們在放市以前 其實就 提前接觸到蠻多業界的 建議跟諮詢 就是讓我們有諮詢的機會啦 所以當時在參與那些 小型的聚會的時候 是你們已經在線上示出 你們有這樣子的作品 還是到那個展規之後才公布說 喔 原來你們有這樣子的作品 我們有 就是那個阿葉 葉凡城 我們城市的師父帶我們去的 去那個實體的聚會 然後他就說 你可以帶Demo去給大家看 然後我們就帶了Demo 因為其實他們都還蠻照顧學生的 因為他們知道學生第一次去 其實不知道自己要怎麼辦 所以他們會主動來找你搭話 然後主動試玩你的東西給你意見 然後就因為第一次經驗還蠻友善的 所以我們就去了第二次第三次 所以就認識很多人 所以他們給的建議 不論是關卡還是美術設計 都有給是不是 對 不過 他們給的都會是比較大方向 就是像 有些在遊戲公司上班的企劃好了 他只會跟你講大方向要怎麼做 他其實不會針對遊戲的內容去給什麼 太細節的建議 就是大部分都是引導我們的方向 我想知道他們大致上給的方向是什麼 嗯 有一個這也比較清楚的是 呃 光雄遊戲的 負責人 呃 陳任玄馬 他那時候玩玩我們解謎 然後他講了一個我覺得到現在還很受用的東西 就是 他說一個畫面裡面可以互動的物件 可以互動的物件 應該要是 呃 視覺上統一的 然後一開始 一開始其實沒有那麼意識到 因為我以為這個 這個模式是套用在同一個 就那個畫面而已 他這樣跟我講 然後到 後來我再企劃出其他關 是同一個畫面有多個可以讓玩家互動的物件的時候 我才發現那一件事情的重要性 就是 在每一個玩家可以碰的東西上面 你都加上一個 比如說我們有兩個圓環 然後兩個圓環都是可以轉的 去對焦相機 然後玩家通常只會轉到外面那一圈 然後我們也不知道 因為 照理說應該要看得到兩圈 因為那兩圈很明顯 可是玩家其實真的只會碰一圈 他們會覺得他們有轉到 然後 我就試著在那兩圈上面都各加一個金色的標記 然後 因為有兩個金色標記 然後又是金色的很明顯 然後玩家就很清楚知道說 原來這兩個東西都是可以互動 就像這樣子 然後像這種細節 其實在解謎遊戲的引導上 超重要 因為 不能去 刻意的刁難玩家 要合理性的讓玩家 就要有線索給他們去解 不然就再刁難他們 然後 如果照著那個模式做的話 就很少發生刁難的事情 所以 給了一些像互動型的建議 他們講的比較多是體驗 在學校教的都是怎麼做遊戲 然後在業界前輩講的更多的是 玩家怎麼玩遊戲 玩家怎麼感覺你的遊戲 我想因為學校是 必須是從零到一 教你怎麼做一個遊戲 那這些互動的體驗帶領觀眾去 往你的遊戲沉進那一種 我覺得是 學校教育很難編製一個教材教你的 因為不同遊戲有不同的體驗 所以這些都是做了之後 才會知道怎樣的體驗是最好的 那我想問一下 那個聚會都是在台北嗎 還是中南部也有一些呢 在圓山 喔 都是在台北辦是不是 對 好像是在速推的辦公室 所以你們到現在都還有在參加嗎 沒有 其實我們快一年沒參加了 我們從 欸 也沒有快一年啦 欸 對 真的欸 因為放肆過後我們跟前輩們基本上 也都蠻密切的聯繫了 所以我們其實不需要去線下的聚會 喔 線上有問題就直接問他們 那也不需要去幫助學生們去接 另一方面是我們搬家了 對 我們在 九月就搬家了 然後放肆結束 然後再 暑假 忙一下搬家 然後 像有的是去面試他的大山生活 然後所以就弄一弄 搬到桃園之後 我們就沒有再去過 所以如果是應屆畢業生的話 你也會很推薦去這一類的聚會嗎 嗯 我覺得去的可以提前 提前認清自己的東西 在未來是 合不合格的 就是那邊是一個很好的判斷標準 就是你可以大概看一下 獨立開發者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然後你帶著你的學生專題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 跟他們差了多少 然後如果你覺得你沒有差到非常多的話 那可能可以對自己有點期待 但如果差非常多 那可能就要注意一下 可能到VA都做不出個好 就是相對好一點的東西 人生畫廊自從放肆大閃之後 雖然陸續參加一些獨立遊戲 然後也逐漸變成一個 正式在手機平台上架賣錢的遊戲 那想要問一下 就是當初是何時決定 開始創業這件事情的 然後背後有什麼小故事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我們一開始當然就是沒有想那麼多啦 其實最一開始做就想得獎嘛 想學東西想找工作想得獎 然後我們拿到了我們學校的名次之後 就覺得只贏我們學校可能不行 所以我們下一個目標就是 希望可以再放肆贏到所有學校 至少前幾名 然後後來也達到了 然後我們就想說 不知道在學生的前幾名 我們這樣的程度去了業界 會是什麼樣的程度 然後我們就報名了巴哈姆特 跟數位內容產品獎 就是其他這些業界的比賽 然後報完名之後就覺得 也得了獎 然後就覺得 我們好像其實比我們想 可以再做更多的事情 然後我們就報了Indie Prize 跟Indie Play 就是不只台灣的 然後也有拿到一點肯定 所以 我覺得我們是在每個階段 設定一個目標 然後 我們剛好都有達成 然後達成之後 我們就 又會想要更貪心的 往下一個目標走 所以到 我們覺得 也許我們的作品 可以拿到這麼多肯定 我們可能可以 不需要去別人的公司上班吧 然後我們就去報了 創夢市集的 投資的計畫 然後它裡面就有很多 關於你開公司 一些商業思維 然後 投資的 兩百萬 他們 除了教我們怎麼 經營自己的公司以外 然後順便還有投資 所以 一般的 一般的開發者 會是 他很會開發遊戲 但我們在 應援機會下接觸到 怎麼進行公司 然後再加上我們本來 就稍微 有在開發遊戲 我不敢講做得很好 可是 至少我們有在開發遊戲 然後我們又接觸到這些 關於創業資訊 然後又拿到投資 那就自然而然走到 創業開公司這一步 剛剛有提到就是 創夢市集的一些審核 那可以聊聊一下 創夢市集是如何審核你們的嗎 有出審 創省那一類的階段的嗎 他出審是書面的 書面應該也會有幾百個團隊去報名 然後書面他會先篩掉 剩下好像是40組吧 我忘記了 然後書面審完之後 他就會去現場 然後幫你們 幫我們上課 他會請簡報的人來幫我們上課 然後他就教你怎麼寫一個 能夠說服投資人的簡報 然後還有一些 很基本的商業思維 因為從開發者到創業者的差距還蠻大的 所以他有一點是在扭轉我們本來的想法 然後上完那個課之後會有一個副審 然後副審就是你在那個課的反應 然後跟講師的對答 他也會評分 所以上課本身也是在審核 所以創夢就是一個邊審核你 可是邊用能run學到東西的地方 然後我們就過了副審 然後再來就是決選 然後其實副審整個都是為了在鋪決選那一天 從一開始三到差不多三四十組 然後到副審剩下二十組 然後二十組會再去決選的pitch 然後那一天就是創夢背後所有股東都會來 然後也有很多來賓 那場地真的超漂亮 然後反正就是大家每一組就要輪流上台 然後拿自己的簡報出來pitch給所有股東聽 這場地應該也有個兩百三百 你說兩三百人過來聽這樣子的pest attention 對啊 評審然後還有各個團隊跟很多其他的來賓 他的那個場地還有很像TED的那個場地了 然後各種漂亮的燈光 然後那個天花板是超高的嘛 然後還有大布條這樣下來然後打光什麼的 很像TED的那種很大型的pitch的秀是不是 對對對對對 那已經是一種很大型講座的規模了 我覺得他是我 我那天 我去之前沒有那麼緊張 然後我去了看到場地想說 哇靠這也太誇張了吧 然後那 我在上台的時候 那對面就有一個很大的計數器 就是幫你倒數五分鐘以內要講完 所以很有趣 然後講完之後 呃 現場的股東 他們會現場投票 然後在那裡面選出三個 遊戲組會選一個 然後電商會選一個 然後還有 有關生活的會選一個啦 所以就是生活跟電商還有遊戲組 然後各選一個他們要投資人 然後現場就會公告說我們獲得投資這樣 這樣子的pitch真的是有一點殘酷耶 對我們其實 其實台台講那時候沒有想到我們會拿得到 但我覺得我講得很好 這部分是因為以前戲學會 戲學會很常在台上講話 然後演講什麼的也是很常發生 所以 對我覺得戲學會對我們影響很大的是 如果我們沒有戲學會的話 我們可能就是遊戲開發者 可是因為經歷過戲學會 所以我們對 會組織一個團體 然後經營一個團體 很多附加的功能 比如說我是那種上台不會緊張的人 有那段經歷讓我可以在後來 創業路上加很多分 在你們獲選為創夢市集的成員 然後拿到資金後 還有後續的什麼樣的協助嗎 他投資一定是有條件的 但我覺得對我們來說是優待的 然後未來就是 我們多少會跟創夢有一點聯繫 就是持續的在聯絡 然後可能有些重大事項的話 還是偶爾會跟他們討論 但他不會影響我們太多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 公司名稱原本就是空想遊戲 那後來變成七五一遊戲 這中間經過了什麼樣的討論嗎 空想遊戲只是為了報名比賽 然後先隨便想 但也不算是隨便 就是我們那時候的夢想就是 想幹嘛就幹嘛 然後想要處於一個在發白夢的狀態 就是那種很悠然很輕鬆的 在製作遊戲的感覺 所以我們就說 那我們就取空想遊戲吧 然後過沒多久我們就覺得他其實蠻難聽的 然後我們也都不太喜歡提到他 然後直到我們要創公司之後 我就想說 我們要取個有紀念價值 就是我們在取什麼崇高的理念都沒有用 因為我們不是那種會貫徹一個理念 然後就覺得 這就是我們公司的人生目標還是怎麼樣的 我們沒有那種感覺 所以我們就乾脆直接取一個我們有紀念價值 就是七五一遊戲 然後因為我們的群組叫七五一CM 因為我們的動畫之前只有157公分 然後我們希望他可以長高 然後我們就把那數字倒過來變七五一 然後創了個群組 然後那就是我們三個剛認識時候的群組 所以就是從我們剛認識 然後那時候才剛加入戲學會 我們也都還沒開始經營戲學會 所以我覺得一路走來 然後到我們開了一間公司 它不是它不只是一個賴群組名稱 它變成我們可能是我們未來的 我不知道耶 後半輩子很重要的一個里程碑吧 那創業以來你們覺得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做專題的時候會覺得 只要做好那個專題 然後你的競爭者只是學生 所以你會覺得只要認真 然後只要用對方式就可以 所以在這個在都是學生作品的情況下 走在比較前面 當然沒有把握可以走在第一個 可是至少我們可以看得到說 大家周圍是這樣子 我們只要做到再好一點再好一點 這樣就好了 所以其實不太會有壓力 所以我們過的其實算蠻輕鬆的 然後到開公司之後 要對自己公司的銷量負責 然後對作品負責 然後你也不只是要拿去學生專題的競賽 你是要拿去賣的 那個差距是大到我們 一開始沒有意識到的 我們一開始就夢想想要上架 所以我們打完在放置結束後 把它做完然後上架 可是到後來我們發現 學生時期最重要的是做完遊戲 然後做完整 可是如果你是要給玩家玩 要他們買單的話 需要完整的就不是你的遊戲 需要完整的是玩家感受到的遊戲體驗 然後這兩個是我覺得 學生跨到業界最改變最大的 然後 我覺得它沒有那麼容易 就是想法的改變 遊戲就會跟著要做很多調整就對了 應該說 阿對 我們在做學生專題的時候 我們其實不太管玩家 我們是覺得我們這樣做很好 我們就這樣做 然後到後面的半年一年 我們幾乎都是在想玩家會怎麼想 玩家怎麼玩 然後玩家做了我們不想要他做的事情 所以 不確定的因素就會變得很大 因為可能我們修改完之後 玩家玩了還是沒有照著我們希望他的方 就是希望引導他的方向走 又要再改 我們就在參展的時候 賀蘭發一些大家 對我們在旁邊偷偷看他們 然後他們都完全沒有照著我們想要的方式玩 然後把他弄壞 然後想說 我們 我們現在很常在 在一些關卡設定一些機制 就是專門防止玩家刻意破壞我們的遊戲 因為還蠻多的 而且 創業之後就會怕公司倒閉 怕遊戲賣不好 就是像這一次 上 上架 然後有短暫出現在排行榜 還沒下去 但不知道什麼時候下去 可是就是如果 我們上了 然後完全沒有在排行榜 然後什麼版面都沒有的話 一方面是會難過 想說可能作品不夠好 另一方面是 完了公司要倒了 但在學生時期更不用想這些啊 OK 理解 所以就是還是要考慮到一些公司經營面的部分 後來你們有找了一位社群行銷的夥伴 那是因為想要在遊戲的推廣上 多一份助力嗎 也不算 我們純粹就是人手不足啦 然後那個名字是因為 我們的名字其實大家都取得蠻free的 我們大概在想哪個名字好聽 然後後來覺得那個職位好像不錯 然後就給他那個職位 但他大部分就是在剪影片啦 然後會協助我做一些宣傳圖 然後文案撰寫 所以跟那個也算是你知道 應該也算類似 雖然不是他的本質啦 然後他是我以前的高中朋友 因為我們高中是廣告設計 所以他還是有基礎的人 因為你們直接跳過就業 直接創業 那這樣總會遇到一些家人的疑問 那我想問一下你們是怎麼說服爸媽 讓他們放心或是進而支持你們 其實我們都還好 就是我們家人都是一開始會擔心 比如說我們這樣去創夢 然後經歷過初選複選 然後到決選 然後拿到投資還是怎麼樣的 其實家人都會覺得騙人哪有那麼好賺 就是他們覺得我們被騙 然後說你們要小心 然後我們費盡心思就告訴他們 應該是真的 那個時候我們也不確定啊 我們只能跟他說那應該是真的 那時候還沒到決選 所以我們那時候也不太確定 到底 而且搞不好拿不到啊 他們就跟他說我們就是想要嘗試看看 然後我們找了很多資料 然後找了股東的資料給他們 之後他們確定說 好啦好啦那就先信你們 接下來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反彈 因為畢竟兩個人是大三孫 然後兩個大三想自己開公司 然後你也不會損失什麼東西的情況下 家長應該一下子就會被說服 然後會 我覺得他們雖然嘴巴會唸 但他們心裡其實多少都有一點期待 就是哎我的小孩未來是不是要出冷頭地了 我覺得家長都會這樣 我媽也是啊 然後我們四個人的爸媽都 都過後都蠻支持的 就只有大家一起糾結了大概半個月吧 那你剛才有提到就是團隊 這一年的調整下 大多是調整那個遊戲體驗的部分 那可不可以藉由一個關卡來告訴我們 你們怎麼樣去做這些體驗上的調整 像有一關 是背景有影子的線條 然後畫上面會有跟背景一樣的線條 但只有一部分 所以玩家就是要把那幅畫去對準到 因為畫上的影子跟背景的影子其實是可以重合的 只是它只有一部分 所以你要把它拼到對的位置上 我們本來以為它很簡單 因為其實就是背景的幾條線 然後你畫上有幾條線 那幾條線其實跟背景是長得一模一樣的 結果玩家其實不會想到那件事情 他們只會覺得它是背景而已 然後我們修到那個線的對比就是變得超高 就是很明顯那個已經不算是背景了 就只有一整個線條在那個背景上超清楚 畫上線條也很清楚 然後為了讓玩家去對上那個影子 然後我們後來發現其實重點不在 那個線條清不清楚節目簡單 重點可能是在玩家有沒有聯想到 身為背景的那些東西 有可能是可以跟我在操控的主體 就是那一關的主體是可以做互動的 因為大部分的剪輯遊戲 包括我們自己的關卡也是 通常都是物件跟物件之間的互動 比較少物件要對背景的 可是那一關就是物件對背景 所以它算是少數 所以我們可能就要想辦法讓那個暗示 就是這一關是可以連背景的這個暗示 再更清楚一點 所以這應該算是我們目前 我們掙扎最久的 因為一直到現在 我們都還在想它的設計是有一點問題 因為到現在還是會有人反應 可是有人覺得那一關不錯 所以 這可能是解謎遊戲的開發者 一直會遇到的問題吧 對有人覺得像我們昨天就看到一個評論 就是比如說某某關卡 然後有一個人留五星 然後就說 哇你們這關卡真的做得太棒了 然後下一個人回來說 你這關卡真的爛透了 那我們同時看到這兩個東西 那我們要怎麼去 讓大家的體驗是一致的 對 當然不可能一致 所以只能盡量找一個平衡 但那個平衡 只能我們自己判斷 等我們等看小朋友 知道我們的判斷是對的還錯的 那至於遊戲美術上 你們有做風格的調整嗎 還是維持一貫的那樣子的風格 嗯 它畫出來就是那樣 因為我大學其實不常畫圖 不常畫圖就不會有一個風格 因為你根本沒在畫 然後是為了專題之後我不行 一定好像一定得擠出一個畫風來 那我就先試畫了三張圖 就是我們那時候期畫完是畫完之後 我就說那我就先試畫看看 然後我就拿去給 畫完之後拿去給他們看 然後他們看完就說 嗯 好啦也只能這樣 因為時間來不及 所以我們畫風就這麼隨便的蹲下來 就是也沒有經過什麼討論 因為也只不過我會畫圖 所以也只能用我的圖 然後一開始還蠻沒自信的 就是不太確定這樣子的風格是OK的還是怎麼樣 直到我們開始得到一些美術獎 最佳美術獎 然後就開始那個自信心就出來 但也沒有到很有自信心 是因為我們其實是 我們會用風格畫就是我們畫不出那種很精細的 很主流日系韓系的畫風 所以我們才選擇風格畫 所以選擇這個這樣子 這樣子繪圖方式 本身就建立在我不是那麼擅長畫圖的上面 所以拿到美術獎我反而有時候會覺得有點心虛 不過換個角度想有時候會覺得 欸那我還蠻厲害的 就隨便搞個風格畫 結果沒想到這風格畫就成了 所以就有點互相抵銷 讓我可以更順利的擔任團隊美術 所以這一年下來美術上面幾乎是沒有調整的 從一開始到現在 頂多有加一些光影 就是油畫的越來越好 但風格跟方向沒有調整 我們畫法也都完全一模一樣 但其實從前面的關卡 應該說我們前面的關卡做完 然後再做後面關卡的時候 我那時候覺得後面的關卡太好看了 跟前面的比 然後我就開始回去翻修前面的關卡 就是畫面的豐富程度 然後和諧的程度 但方向沒變 網路上有一兩篇 就是關於抄襲或過度模仿的聲浪 你們是怎麼看待這樣子的言論的 那篇文章我有看 就是他大概是在講 我們像哪個遊戲嘛 然後他有舉出一些圖片 然後我看完之後 雖然 我看完之後覺得很有道理 就是我覺得他講得很好 然後 我覺得如果我不是開發者 我不是當事人的話 我可能會覺得 對 他說我是對的 他真的有抄襲 可是因為那些圖片 我有了連看都沒看過 然後 因為他知道我也喜歡他講的遊戲 就是秀虎 但我也不是秀虎的每一款都玩過 我只玩過一兩款 然後他舉出來圖片有一半是 我根本沒有看過那張圖片 但他拿我圖片去比 他覺得很像 但如果我是旁人的話 我也會覺得很像 因為這個畫風差不多就是這樣 然後那個畫面也只能騎那一點東西 尤其是秀虎的畫風是 畫面上不會有太多其他的裝飾品 我的畫風旁邊也都不會有裝飾品 所以要嘛就是人 要嘛就是關鍵互動的東西 那物件的話 你如果把它簡化下來 比如說我就是有兩個鼻孔好了 然後他就是兩個原型組成 那秀虎如果剛好也有兩個原型組成的畫面的話 那就會非常像 因為我們都沒有裝飾品 所以就是像這樣子的邏輯 我覺得是對的 然後我也不能反駁什麼 因為看起來確實是蠻像的 但那篇文其實從六月出來的時候 我就 我大概每個月都回去 點開一下看一下吧 就是 有點 有點怕怕的 然後我就覺得他好像一直 很像魚刺 就是卡著你 然後 比如說你爸他得獎 然後 然後大家在推你的時候 你身邊的人就會偶爾就會想要問你一下說 那你知道抄襲的那個 什麼 他們都不好意思講 但我其實知道 我們身邊還有業界的 我覺得八成的人吧 他們都默默的看過那篇文章 然後他們都不敢跟我們提到這件事情 因為你打人生畫廊 第一個關鍵字是空格抄襲 所以所有人一定都看過 而且我也是 發完我們那篇文章的 隔幾天說 怎麼會講 對 因為 而且我還自己也覺得好像 如果是我在關注某一個遊戲 然後那個遊戲第一個關鍵字就是抄襲 我一定點進去看 但我覺得大家都還蠻尊重我們 然後也還蠻 我覺得大家有點保護我們 所以沒有人跟我們提這件事情 但我們自己知道 然後那篇文章就這樣卡到我 一直卡到前幾天 我都還覺得 我都已經上架了 那篇文章還是被置頂到 你知道Google搜尋的第三個 有點煩 但我其實有去那個文章底下留言 就是前幾天 我有去留言 然後那是真心話 就是我有說 他那篇文章其實讓我還蠻 可以就是警惕吧 就是 我可能要花更多的功夫在 獨創性或是原創性 但我們實力還不能去很好的 所有東西都原創 但至少我覺得我們東西要特別 然後那篇文章一直在提醒我 我們東西不夠特別 他就是跟某一個東西 裝在一起 而且他很像 所以 每看一次那篇文章 我都會在想 我有哪些地方 可以做得跟別人 更不一樣一點 跟繡湖更不一樣一點 然後慢慢到現在 所以我覺得其實 如果沒有那篇文章的話 也許我們現在遊戲的風格 還是會跟 他當時就是半年前的那一個 人生畫廊很像 可是因為有那篇文章的存在 我們在上架的時候 幾乎沒有人說我們像繡湖 然後也有人去鋪浪幫我們說 為什麼會說我們抄襲 當然那人可能沒看過以前的人生畫廊 他如果是以前的話 他可能也會覺得像 可是現在的話 已經沒有那個感覺在了 所以 那篇文章用一個很理性的語氣 去分析我們的遊戲跟繡湖 然後 也用溫和的語氣去告訴我們 他想告訴我們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還滿 其實還滿感謝他用一個 這麼好的方式去講這些東西 雖然我覺得他影響我 這一整年 快一整年 我覺得他影響我很多 正面負面的都有 然後 他就只是一個 我不認識的網友 其實我 我去留言 我結尾有跟他說 我其實滿想邀請他來的 因為畢竟他也影響到我滿多的 我覺得多少要負一點責任吧 我就請他說 如果 你有看到的話 你可以來我的粉專 然後 試玩過最新的人生畫 然後再告訴我 你的想法是跟之前一樣 因為我認為 我們已經跟他講的不一樣了 結果 那篇文章昨天又不見 我覺得他一定有看到 我覺得他有看到 他有看到 因為他特別把他 把他隱藏起來 我覺得他一定有看到 他一定有看到 對 然後可能覺得 他默默的 我覺得他搞不好默默的留在 他默默的有去測試嗎 我覺得有 但我覺得 可能 聯絡到他還是 他可能會希望 不希望你真的聯絡到他 因為他都 他一定不希望 因為他都發生 他都發生匿名了 對 這種就是我在明他在暗 我就覺得這種感覺很不好 在暗處的人一直影響到我 然後我卻 我連他誰都不知道 可是他對我很有幫助 所以我其實覺得 一則一席 一席 我覺得他是個雙面的 你知道嗎 對 剛剛就說正面的負面也有 對 就 好處就是遊戲 好像變得 不那麼像某個遊戲 有一種激勵你 往獨創的 對 的方向走 那我想就是做一些 創意類型的動畫 遊戲 難免都會遇到 可能抄襲的聲音 那你們是第一次 就遇到了 我覺得這算 也算是一個很棒的經驗值 我覺得很棒 因為太晚發現的話已經來不及 對 幸好他一開始就有講 我覺得他就是 他真的很認真玩你們的遊戲 所以才可以講出那麼好 而且他是記在心中 他這邊我一定就是記在心中 應該要到很熟悉才能寫到那篇文大 我覺得他很熟悉 因為他每個畫面還要特別回去截圖的話 對 他一定玩熟了 對 對啊 欸 資深玩家欸 對啊 搞到我們現在要上架了 對 搞到他已經買了玩過好幾位 他在寫 寫新的一篇罵我們這樣 他搞不好不會想罵我們 對 搞不好會想說 哇 進步那麼多這樣 嗯 那我們回到一下就是 今年的一些事情好了 因為疫情的關係 有一些大型展會的取消 那你們覺得對你們有受到影響嗎 其實沒有欸 因為我發現我們的玩家在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們的粉專的那個 互動率跟觸及率好高喔 就是因為我們贊助其實蠻少的 但我們文章的贊助很多欸 我們總贊助也才一百 一千六百多個而已 可是我們上架的文就有三百多次分享 所以在想說欸 其實還不錯嘛 就是 肢體展覽 如果是在剛起步可能多少有點用 可是對我們來說不是這樣 從第二次開始就沒用了 第一次接觸到的玩家 他會告訴你 遊戲體驗 我們可以走旁邊偷看 可是其實看到一定的程度後就 沒有什麼用了 因為大家會錯的地方就是一樣的 你看到一百個 我覺得就已經飽和了 然後 行銷的話我覺得實體 實體展覽 你一天頂多就一百個 一百讚搭配活動 拿到一百個讚 我覺得就很了不起了 主要 我們幾乎主要都還在網路上旋轉 所以對我們來說沒有太大的影響 那你會介意這屆畢業生 在沒有大型展會的情況下 如何去宣傳自己的作品呢 其實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也沒有實體展覽 我們也是自己在網路上推 然後 作品只要有一定程度 然後 頂著學生的光環 因為其實還是學生 大家對你們 對我們的作品 對 他其實大概就會 比如說你拿到60分 他們就覺得 欸你這東西不錯 我幫你分享一下 我覺得只要作品本身是沒問題的 是相對好一點的 他自己在網路上推的效果 可能會還不錯 也不一定要實體展覽 因為你做得不好 你實體展覽也沒用 當然你做得好的 實體展覽也是加分啦 不過我覺得就是 我們從去年的1月1號開始 我們每個禮拜都一定會發一兩篇文 有時候發到三篇 這樣持續的一年多欸 有持續在做 我覺得有持續在做 然後你要發出去的內容 是有計畫過的 然後再加上你的作品本身是沒有問題的 造成模式下去 我覺得就算沒有實體展會 也一定會有蠻大的效果 因為像我們也已經很久沒有參加實體的展會了 而且宣傳就是要把業界的人全部宣傳到 爆炸 就靠那100個業界 然後把業界的宣傳都爆炸 然後接下來就會溢出去到其他玩家手上 那感謝大家收聽這一集的節目啊 不好意思啊 因為錄音環境的關係 讓大家聽到太多的環境音了 那我們下次也會做改進這樣子 那也歡迎追蹤InCG的Facebook Instagram 也可以私訊我 告訴我你對這一集Podcast內容的一些想法 也開放許願 你想要我邀請誰 我都可以去嘗試看看喔 這也是發車啦 筆記